水煮鱼却没有一滴水 肉质净比豆腐还嫩比玉白 关键是还能做得奇香无比 那么接下来就一起瞧瞧是咋做的吧 准备一条三斤左右草鱼 这样大小的鱼肉肉质会更加鲜嫩 再将鱼肉鱼骨分离 加入食用盐 用葱姜水来带料酒去腥 反复抓捏杀出血水 再用清水淘洗至水变清澈 马胃加盐 胡椒粉 自然腌制入味即可 至于鱼片嘛 咱们能片多长就片多长 半公分的厚度是最合适的 同样加盐跟葱姜水 抓捏出血水 再用清水反复淘洗干净 这也是鱼片干净洁白的关键所在 接着挤干鱼片水分 那么葱姜水才能渗透进肉质 起到彻底巨星的效果 咸鱼蛋肉加入多一点的盐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葱姜水 并且打到肉质里面去 重点来了 这一步能打进去多少水分 也是决定鱼片多嫩的关键之一 加入一个鸡蛋清 这样能让鱼片更加顺滑 最后加水淀粉来锁住水分 那么也就成功了一半 锅里面来一块猪油 下姜蒜米爆香 再下杜芽蒜苗配菜 炒至断生 加盐和少许五丸酸大调味 和和均匀电入盆底 锅里面再来一块猪油 下少许毛毛盐 下鱼骨煎至两面金黄 再加入滚烫的开水 加入老姜 盐根骨氨酸大调味 转中火煮备十分钟 煲出鱼骨放入盆底 滑入鱼片到鲜香的鱼汤当中 重点来了 小火烫煮至三十秒 也就是鱼片七到八层熟即可取出 接着准备少许灯笼椒二斤条增香 小米椒增辣 少许青红花椒又麻又香 锅里面来塔个两斤菜油 加入猪油混合 鱼肉能让鱼肉更香更滑 油温七层下辣椒爆香 出香过后下发椒爆出香麻味 直到辣椒颜色变深并产生浓烈的糊香味 再淋入到鱼片当中 鱼片会伴随油温成熟 而且浓烈的香味会呛到渗透到每一片一片 那么不加一滴水的水煮鱼就算做好了 你也不用担心有大特别力 其实鱼片的光滑表面和肉质结构 它不仅不稀油更不吃油